哈喽 各位漫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鸿逸 拍的时候肯定就知道它会是一部好作品 要不然大家也不会一股脑的扎进去 然后付出这么多努力了 但是具体的播放效果 还是要看结果的 差不多 意料之本 本来是有 但是后面拍着拍着觉得还是不要了 因为它是有这个 怎么说 它原本是一个小说 没办法去改变读者心中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因为大家看小说都会在脑子里面去 画的去想象 去遐想 因为往往一些美好的东西 都是通过想象的一创造出来 人们只要不停地去遐想 这个东西在他心中的形象就是越来越美好 所以说不要做一些太过于跟这个人 或者说跟原著有不同的设计 这样反而是有泄度不太好 所以说我们当时导演跟我们说的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尽可能去还原 因为你只有说还原度够了 才能体验出你真诚 要体验出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而不是说完全地把它这个小说的设定抛除 然后重新地去灌输这个角色 那这是不对的 那他不可能干得过小瑟 他不可能 白月是纯骨折 可能会有一些未雨绸缪的这么一些举动 但完全是 难听点讲就是格局死于了那么一点 对吧 但是这个萧瑟他不一样 你想萧瑟这个几个名场面是一语劝退十万军 对吧 或者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未雨绸缪 布局的这个本领都是在白月之上的 朝堂之争和你这个儿女情长 肯定还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所以说我觉得当这两个角色碰撞 一块堵舌一块去打嘴仗的时候 应该是萧瑟完胜的 一点都没有 对 八可能 要这么积极吗 对 因为我这个说实话 无论是健身也好 还是说学乐器也好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用来取悦我自己的 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 全都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 要是我学吉他 我能弹出一首完整的歌 他可以自己听 我也觉得我今天有完成一件事情 我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 你别管我啊 就是说你有事了我可以出来帮你 我有事你爱帮不帮 但是平时我们俩还是 没有什么联系 我是一个比较蜗居的那么一个人 比较喜欢沉浸自我的那么一个人 不可能 我这个人 我怎么说呢 我就说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我是这样的 就是说朋友也好或者说关系一般也好 就是要么咱俩就好好的 好说好商量 我说什么你听 你说什么我也听 你要是你要么就想好 你要是想好了跟我置气 那你就准备我们俩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 这么严重 对我就是很 就是在这方面我这个很极端的事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发生 如果是四年前 一点不夸张 如果是四年前 我愿意给我自己打九十八分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十分满分 如果是四年前我也给自己打八分 扣除的那一分是谦虚 再扣除的那一分是怕我自己教的 所以我打八分 那现在的话 摆了 就颜值这一块 我说实话 现在我不所谓 不所谓 你瞅也要瞅出个自信来 我觉得就是隐忍 就是大丈夫就是要学会隐忍 对吧 英雄不问出处 能忍则是丈夫